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关于调光玻璃的人工智能控制方式 比方说我们看右边第二个手机 我们点开和关来控制玻璃的透明与否 好我们看一下玻璃点了 点一下或透明了 再点一下关上开 关开 好我们看一下关于玻璃的其他功能 比方说我们进去看一下定时功能 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玻璃定时为早上九点钟开 晚上六点钟关 也可以进行一个道理式的设置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时间来控制玻璃开个关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正在设置这个时间的一个方面 好点一下 注意观察玻璃和时间内的对比程度 好玻璃明亮了 好我们进行下一个设置 我们看看面前的三块大玻璃 我们看一下 通过手机ADP的一个控制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手机ADP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总共有六个 我们点一下全开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一个玻璃的一个状况 全开玻璃就全开了 点全面玻璃也全面了 我们分别有123456个按键控制声音强的六点玻璃 我们试一下 1 低块玻璃亮 2 3 4 5 6 然后全面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声音来控制 比方说我们发号一个指令 玻璃透明 玻璃摩擦 好 关于更多的一些信息的更新 我们会持续的更新给大家 谢谢 再见